日前三月嘉义发生极体四级的大地震 民众都有感受 就只是等看什么时候会停而已 就觉得很晃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这种东西 就有点害怕 就想跑出去 很可怕 嘉义位处台湾西部地震带的镇央 断层系统复杂 多受到地质学家的关注 我们嘉义中正大学这个地方 它有一条明山断层 从校园的西北边经过 在东边又有一条九重坑断层 那在东边一点又一条出口断层 所以在这边的断层系统老实讲 事实上是非常复杂的 要常常要注意它的活动状态 影响地震强度差异的主要因素 包括正元路径以及长指效应 震波会因为不同的地质构造 路径长度地形等影响 而呈现衰减或增强的情况 路径效应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有可能就是因为地下构造的关系 这个波跑到这边它会同时间到达 那另外长指效应讲的是说 它事实上是环境所造成的 在这边也会有 因为在西部平原这边 它的那个冲击层事实上它是也蛮厚的 很容易就造成说地震波进去之后 被陷在里面 陷在里面的话 它的那个震动的历史会比较长 然后震动的震幅会比较大 目前运用许多地球物理学方法 持续研究地层构造 进而可预估地震的回复周期 在历史上嘉义地区曾发生规模相当大的地震 是否已能推论嘉义地区进入地震周期 以历史地震来看的话 嘉义这个地区上一个比较大的地震 就是1906年的梅山地震 那在更早之前是1792年 如果说以周期来看的话 事实上现在因为我们观测的时间太短 我们没有办法从短的时间去预测长的时间 因为那个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 透过地震模拟软体可对重点区域预作提前准备 我们事实上会透过一些软体 可以模拟说这个地区它的一个地表震动的情形 那我们就可以去把所谓的PGA跟PGB把它画出来 当然现在模拟的条件没有办法达到说 跟自然界一样 我可以模拟到说它的那个频率非常的高 不是说可以模拟整段的这样地震波 可是我们至少现在可以掌握说一部分的真相 至少说这个地震如果将来会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预知说 这些区域有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震动 这个是可以先给一些防灾的一些政府单位 或者是说你在盖房子的时候 你可以去注意的一个事项 地震相关研究为台湾发展重点 透过技术的发展 可以更精确地掌握地震相关资讯 并且将风险降至最低 中正一报 许文心 丁维勋 嘉义民雄报导 和声简介组在们之间的百合物品 或于是个视频 同时的预算 无论